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在上周六颁布了养老金改革 但是近七成的法国人仍然反对这项改革 这个数字自1月中旬以来一直保持在65%至72%之间 其中45%的受访者希望看到抗议变得更加猛烈 这一趋势在三周内增加了五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64%的法国人表示支持继续进行社会抗议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甚至希望抗议能够更加强硬一些 63%的法国人认为斗争还在继续 并对示威集会表示支持或同情 在此背景之下 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周一晚上八点发表电视讲话 但是90%的法国人认为马克龙的讲话不会改变什么 调查结果还显示 对于61%的法国人来说 马克龙和行政部门都要对社会冲突负责任 15%的人认为工会应该负主要责任 而近四分之一的人将矛头指向了所有各方 上周五晚上 养老金改革法案在宪法委员会审定之后 法律的颁布很快就引起了大多数法国人的不满 十个受访者中有七个以上认为 共和国总统马克龙的这一决定将助长法国人的愤怒情绪 但仍然有28%的人认为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向前迈进并且取得成效 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工业贸易博览会之一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周日在德国城市汉诺威拉开帷幕 来自世界各地的4000多家公司的代表齐聚一堂 约3000名政治家和企业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分别发表了讲话 印度尼西亚是今年工业博览会的伙伴国家 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工业转型创造不同 展览会将持续到星期五 在为期五天的展览期间 4000多家参展公司将展示他们在驱动和流体技术 数字平台 信息技术安全 工业互联网和机器人领域的最先进成果和解决方案 肖尔茨在发表开幕致词时说 德国需要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以实现到2045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并在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至少80% 该投资包括建设大规模的太阳能和风能基础设施 据估计 为达到这一目标 德国每天需要建造四或五台风力涡轮机 相当于40个足球场大小的太阳能电脂板 1600台热泵和4公里的输电线路 德国15号关闭该国最后三座仍在运行的核电站 结束其半个多世纪利用核能发电的历史 德国联邦政府网站介绍 被关闭的三座核电站分别为夏萨克森州的埃姆斯兰核电站 巴伐利亚州的伊萨尔核电站 和巴登福腾堡州的内卡维斯特海姆核电站 按照原定时间表 他们应该于去年年底前下线 后因能源供应紧张而推迟至今 德国曾将核电作为重要的电力来源 2011年受日本辅导核事故影响 德国决定逐步弃用核能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外长16号 在日本长野县青井泽开幕 当天日本民众聚集在青井泽车站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举着反对七国集团不要战争等标语 对该集团的作用提出了质疑 与会各国代表当天下午乘坐列车抵达青井泽 据共同社报道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包括乌克兰危机 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核财军等 根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 日本外相林方正 当天与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 举行双边会谈 另续日本媒体报道 林方正近日还计划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和其他国家外长举行双边会谈 2023年新西兰克莱斯特撤起马拉松赛 在16号举行 吸引了4000多名国内外选手 比赛分为全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 10公里 儿童跑和轮椅马拉松等组别 新西兰本土选手丹巴尔钦 以2小时20分31秒 赢得男子全程马拉松冠军 代比唐纳德 以2小时44分21秒 赢得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 往年 新西兰克莱斯特撤起马拉松赛 在冬季举行 2021年起 组织者将比赛 该在南半球秋季的4月 天气更加温和 赛道景色也更加美丽多彩 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颁奖典礼16号 在香港举行 颁奖典礼前 阔别三年的红毯仪式 在尖沙嘴海滨长廊举行 来自香港和内地的 众多演员 纷纷登场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获得者 华裔演员杨子琼 担任本届金像奖 最佳新演员奖颁奖嘉宾 同样担任颁奖嘉宾的 还有演员刘德华 他曾三度获得香港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奖 演员刘青云 凭借影片神探大战 获得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 创立于1982年的 香港电影金像奖 是香港及华语电影界 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由香港电影金像奖 协会组织与颁发 以上就是本期 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 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 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